李易峰粉丝替李易峰推调品牌代言,看不起微商品牌。 近两日,网络传言李易峰要代言麦吉利,麦吉利也放出了链接,这引起了李易峰粉丝的不满。 李易峰粉丝觉得麦吉利格调不够,不够高档。 麦吉利是一家贵妇护肤品品牌,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个品牌是微商起价。 旗下护肤品对于普通人来说都十分昂贵,代言人有郑凯、马苏、尹恩惠、景田、王立坤。 而偏偏李易峰的粉丝觉得麦吉利格调不够,本来只是网传。 后来麦吉利方面发布了一条李易峰同款链接,这引起了李易峰粉丝的愤怒,纷纷喊话就算李易峰代言也不会去买,求他们放过李易峰。 他们还称若李易峰势必要代言该品牌,他们就坚持三不原则,不买、不宣传、不配合,势必要搞黄李易峰和该品牌的合作。 麦吉利无奈之下发布公告称不会和李易峰合作。 之后所有合作都不会再找李易峰。 李易峰粉丝纷纷转变态度开始助麦吉利生意兴容,双十一大麦。